广告最近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对台湾采取了哪些动作吗?正当台湾证。 在举行汉光演习进行时,7月16日上午在屏东封港射击场,国军正, 朝西南海域进行天雷操演重炮射击,同一时间点,解放军飞机也。 在外海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县宗,距离最近仅333公里, 这也是今年解放军军机第20次飞进台湾,次数已追平静历年全年最多的。 24.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举动有哪些想法吗? 由于解放军军机骚扰台湾次数太过频繁, 对于这种狼来了式的武侠,一般台湾,人几乎已经无感。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,20岁以上成年人。 中,约有55%人并不害怕中共武力犯台,仅有43%的人基本上会害怕, 不害怕的人比害怕的人多12个百分点。 年龄方面,20-24岁年轻人中,有64.9%表示会害怕, 但25岁以上的台湾人,不害怕的比例都远高于害怕比例。 最近在台湾有哪些关于两岸关系的重大话题吗? 最近在台湾颇受讨论的一本新, 书24小时解放台湾, 作者黄河为科班的台湾海军军官出身。 曾任列磊舰长,张谦舰首任舰长。 该书提出武统的三桌相定。 分别是大打,风火连天,小打, 秦贼秦王,不打,窒息封锁, 及32种武统的可能手段。 不管哪一种,从战争发起到结束,都在2.14小时之内。 除了封面专题外,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? 本期亚洲周刊揭开日本与台湾断交前后的一段逆心。 1972年,日本打算与中华民国断交, 改与北京建交,台北动员管道对日游。 说,也运用梁素荣等满洲国人脉,影响东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面对 booking。 接触被封锁棒话打听, 宣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